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阿瑟·辛普森写的《华尔街幽灵》 1996年 美国期货杂志网站上 有一位非常受专业交易员欢迎的帖子 拥有一大批粉丝 却从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致以《幽灵》这个网名出现在论坛上 《华尔街幽灵》全篇都是关于幽灵和他的助手阿瑟的对话 中间夹杂着当时论坛上网友们的各种反馈 但是他们的对话却是非常有用的 这本书的作者阿瑟·辛普森 作为幽灵的助手 自1971年起成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会员 同时也是全美期货协会注册的场内交易员 幽灵曾经说过 过去三十多年来 总有人问他做交易的秘诀 他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 但是他并不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只想做别人成功背后的影子 三十多年的交易经验告诉幽灵 想要获得成功 光靠知识是不够的 还需要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习惯 幽灵告诉阿瑟他弟弟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有一天 弟弟去铁匠那里玩 看见铁匠拿着一把长钳子和一块马蹄 这时候 幽灵这个顽皮的弟弟居然走上前去 伸手去拿马蹄铁 结果马蹄铁立刻被摔在地上 铁匠转过身来 对鬼魂的弟弟说太烫了 他的弟弟回答说 我永远不会再看他一眼 小孩子调皮地去摸马蹄铁 肯定会被烫到 以后肯定不会再去碰马蹄铁了 幽灵讲这个故事 是想告诉所有人 交易者也有不该碰的东西 那么交易者们 不应该碰的马蹄铁是什么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书中的核心部分 关于幽灵交易的三大规则 答案自会揭晓 幽灵的首要原则是 只是有正确的仓位 大多数人都会先假设 自己是正确的 然后由市场来证明自己是错误的 事实上 大多数时候 市场都会证明他错了 因为交易本来就是一场胜负游戏 幽灵认为 交易者应该先假设 自己是错的 然后再让市场 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如果你下了单 等了一段时间 市场还不能证明 你的交易是正确的 那就赶紧平仓 很多交易者会说 我在下单之前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进来的时候 看到了入场的信号 事实上 这种做法 往往高估了成功的可能性 在期货市场上 从5000美元起步 几年内赚几千万美元的人 数不胜数 但是不得不说 很多交易者 在几个月内 甚至一个月内 就把5000美金全部赔光了 所以交易者 在每次建仓后 都不要想着能赚多少钱 你要注意保护你的本金 并且要提醒自己 我将会在交易中损失很多钱 尽早平仓 保护资金 是正确的做法 如果等到市场 来提醒你单子的方向 是相反的 那个时候 这个错误 已经使你的账户上 出现了大量的血迹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 尽量少赔钱 少赚点钱 幽灵认识一位交易者 他有七成的胜率 结果还是赔钱 这是为什么 虽然他拿到了七成的利润 但是利润并不是很高 剩下的30% 都是赔钱的 反过来说 哪怕只有50%以上的赔率 只要你能保证 剩下的30%40%的单子 都能赚到钱 那么你的账户 就会一直赚钱 交易员通常喜欢使用止损单来平仓 也就是说 当你建立了一个止损点之后 你就会自动的止损 比如说 你在100点的时候 买一手多单 然后在90点的时候 自动止损 一旦市场下跌 系统就会自动评估止损价 从幽灵的角度来看 这种行为 看似主动 实则并不是主动止损 而是被市场逼迫离场 此时亏损可能已经很大了 而且有时候 如果市场出现了直线上涨 或者下跌 价格就会从止损单上滑过去 这个时候 就算它提前做了止损单 也不一定能成交 那就亏大了 比方说 毕和毕拓智利 埃斯康迪达铜矿工人罢工 对铜价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因为它是世界第一铜矿 跺一跺脚 整个世界的铜价 都会跟着颤抖 工人罢工会导致铜产量下降 铜价必然会上涨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不久之前 你在空单上设置了止损单 但是现在市场突然暴涨 就算是设置止损单也没用 价格一下子飙升到了 让人血本无归的地步 所以说 这种离场方式 对于交易者来说 就像是一个烫手山芋 幽灵认为 只要市场不能证明 你的单子是正确的 那么 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平仓离场 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做错了单子 很多朋友都把止损点 设置在离入场点很远的地方 当单子达到止损点时 已经损失了10%以上的资金 所以幽灵认为 依靠止损单离场已经太迟了 幽灵在论坛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他说 如果价格出现横盘或者下跌 但是没有触及我的止损点位 我还是会继续持有 事实上 我不知不觉 就触犯了幽灵的第一条规矩 很多赔钱的时候 我都会出现在单子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后来我发现 如果我在15到30分钟内平仓 无论是否达到止损点 只要单子不盈利 那么结果可能会更好 因为这笔止损点位之后 在平仓 损失要小得多 然后这个网友回顾了 过去三个月来的交易 仔细计算了一下 在使用止损单平仓 和使用幽灵第一法则平仓之间的差异 剩下的钱还差得远呢 当然 也有网友不同意幽灵的交易方式 他们反映 如果像幽灵一样 他们的大部分单子在入场后 就应该立刻评分 但是这样做 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 幽灵回应道 他举例说 在道琼斯指数上涨30点后 我在后市看多 我希望他能在一分钟内再涨10点 但市场没有涨 一分钟之内 我就平仓了 虽然这次交易 让我损失了一点 并支付了一些手续费 但市场继续下跌 如果我不做持仓 可能会损失30至40倍的手续费 很显然 对于那些没有多少资金的交易者来说 如果每次交易都损失大量的资金 他们很快就会被淘汰 那么如何判断单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幽灵给出了一个标准 比如 某期货品种今天开盘价为600点 您在605处买入 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说明你下的多单是正确的 第一 如果今天的开盘价低于前一天的收盘价 在半小时内必须低开高走 价格要在上午收盘前突破前一天的最高点 第二 在半小时内 价格必须维持在前一天波动区间的上半部分 第三 与上午收盘价相比较 您的多单至少要有三个点以上的盈利 前两个条件都保证了市场在上涨 第三条就是确认这个牛市足够强势 在这个例子当中 买进价为605 那么上午收盘价超过680点 利润就会超过三个点 此多单可继续持有 但如果收盘价是600点 那么这个单子必须马上卖掉 幽灵判断单子是正确的 和单子上的信号是完全不同的 就拿刚才的例子来说 你的多单买入点位是605点 那么按照什么信号进场 就看你自己的交易系统了 但是 如果行情不是你想要的 那就36G走吧 所以 按照幽灵的第一个规则 交易员一旦发现不对劲 就必须尽快平仓 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这样做不见得是对的 但是至少可以让你在市场上活下来 幽灵的第一条交易规则 能极大的保护您的资金 但归根结底 我们是来赚钱的 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损失 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就需要幽灵的第二个交易规则了 只有正确的交易 你才能赚更多的钱 大多数交易员在账面上赚到钱后 往往会立刻表示 他们害怕市场会出现拐点 账面上的利润会瞬间化为无有 这就是市场的人性 但是在交易的时候 本能是一种障碍 交易员经常会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看不到全局 这是交易的大忌 幽灵反复强调 要改变自己的习惯 那么 第二条规则的执行 就需要注意两个关键字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唯一的例外 就是必须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加仓 不管你要不要加仓 在同一时间加仓 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 每一次加仓都要一步一步小步 一步比一步小 比方说 最初的仓位是六个勺子 那么第一次加仓可以增加四手 第二次加两手 经过两次加仓以后 你的原始仓位已经翻了一倍 原来的仓位 和两次加仓的比例是321 其实就是导金字塔加仓法 每次加仓要比上次少 因为 不管是做空还是做空 随着行情的持续 都会有更大的机会见顶 甚至是见底 为了控制风险 每次增加仓位要减少 至于应该加仓到什么价位 则要看你交易系统里的进场信号了 很多时候 第二条规则对很多交易员来说 都是无效的 因为它们一旦进了仓位 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根据市场变化逐步加仓 而不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账户给满了呀 这可以说是交易员绝对不能碰的 又是一块滚烫的马蹄铁 幽灵的这两条交易规则 既适合长线交易 也适合中短交易 但是要特别注意 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用 如果是矿符合加仓条件 则可加仓一至二次 但是如果市场突然发生了变化 你就要及时地出手 举个例子 比如某期货品种 今天开始600点 多单买入点位是605点 也就是上午收盘价 如果超过68% 根据第一个交易规则 你可以继续持有这个多单 如果它能够维持上涨趋势 并且在620点 再次出现进场信号 那么 您就可以根据规则二小幅加仓 但如果在第一轮 买入后市场出现反转 次日上午 收盘价跌至615点 那就回到第一条定律 把这部分仓位平仓 至于最初买入的仓位 由于进场点位较低 目前仍有十多点盈利 可以继续持有 在短线交易 尤其是日内交易中 很多时候都没有机会加仓 相对来说 长线交易的机会更多 使用第二个幽灵法则 效果会更好 当然 庄家也要小心 不要再拐点加仓 所谓的拐点 就是市场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如果市场已经达到了顶点 你再做多的话 那就亏大了 反过来做空 也是如此 幽灵告诉阿瑟 他们用手绘圆圈插图 来判断拐点 在这个电脑普及的时代 很少有交易者会自己绘制图纸 但是幽灵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而且很多进场信号和出场信号 都是从插图上来的 一般来说 做生意的朋友都会对蜡烛图比较熟悉 但是对圈插图的了解可能不多 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圆插图 这是一种特殊的走势图 用圆插表示价格上涨 圆圈表示下跌 当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 在方框上画个十字 反之 当价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 在方格上画个圆圈 当你看到一个十字架时 价格就会上升 当你看到一个圆圈时 就表示价格在下跌 插得越长 涨跌的幅度就越大 看圈插图 关键是要把插子和圆圈之间的转换 比如说 一串插之后出现了一个圆圈 那就是多单空单的时候 相反 在一圈之后 出现了一个十字架 那就是空单多单的时候了 幽灵建议交易者 自己动手画圈插图 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 对于幽灵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则 网友们的反应 也非常有趣 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的 国际象棋爱好者 这样描述幽灵的两条规则 他说第一条规则 就像下棋时的开局一样 开局很重要 防守要有度 进攻要主动 第二条规则 就像接下来要做的巩固战线一样 你要用你的马 和象来保护王 阿瑟对这个比喻大家赞赏 其实很多道理都是一样的 不论是棋盘还是交易 好吧 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如果开局不好 那么这盘棋输掉的可能性就大了 每一步棋都是相互联系的 就像交易中的建仓加仓和平仓一样 幽灵的第一个规则 就是在建仓之后发挥作用 一旦仓位不对 立刻停止 第二个法则 是在确定仓位后加仓 但是在加仓之后 又回到了第一法则的管辖范围 如果这一次没有做对 那么就需要将这部分仓位卖掉 那么 如果买对了 什么时候卖出获利呢 接下来 幽灵的第三条规则 将会解决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 就是交易的时间 在幽灵看来 出现大量资金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套现时机 所谓巨量 就是指某一天的交易量 比平时多出五倍 如果只有两到三倍 那就是重规重矩 幽灵认为 市场有时活跃 有时活跃 当市场活跃度低时 我们应该保持怀疑态度 等待进一步的信号 而在市场极度活跃的三天内 成交量大量释放的状态下 我们应该将持有的全部仓位 全部平仓 具体来说 就是在出现大量资金的第二天 立刻停止手中一半的仓位 剩下的一半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全部卖掉 接下来 我们应该等待 下一次建仓的信号 如果交易者 按照幽灵的三角法则来操作 那么交易 就会顺利完成 唉 交易正轨了 幽灵希望第三定律 在使用过程中 逐渐成为交易者的第二天性 即几乎形成了 自己的条件反射 每次见到徐亮 他都会去平仓 事实上 不管是做期货 还是炒股 天亮限天价 都是常有的事情 所谓的天亮和幽灵奖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这个时候 平仓可以保证我们的利润 因为很多时候 在最后一波上涨行情中 会有一个加速向上的过程 这个时候 交易量会很大 如果多单没有在这里获利 那么市场很有可能会冲高回落 原本大笔的利润 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反之亦然 一般来说 最后都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 所以在平仓的时候 一定要果断 不能让到手的肥肉跑掉 一定要保住胜利的果实 幽灵交易的三条规则 就到此结束了 简单地说一遍 第一 交易者不能靠设置止损单离场 只要确定了仓位还没确定 那就果断离开 第二 交易者在建仓的时候 不能一开始就满仓 那样风险很大 应该先确定自己的仓位 然后再逐步加仓 第三 做正确的单子 要懂得建好就收 留意市场交易量的变化 一旦出现巨量 及时平仓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那就是交易者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尤其是新手 一旦开始交易 就会变得心浮气躁 但是对于幽灵来说 这些情绪的征兆 其实很有用 打个比方 冬天太热了 你必须解开衬衣最上面的扣子 最好把所有的仓位都清空 如果一个电话响了 你就会心烦意乱 那你还是赶紧把所有的仓位 都平仓吧 换句话说 这些情绪就是你出场的信号 除了以上三条交易法则外 幽灵还给交易员一些小建议 让他们调整日常生活 他希望每一位交易者 都能找到他最喜爱的书 放在书桌上 当行情不好时 你可以去读一读 舒缓一下心情 他说他认识一位 很有天赋的交易员 他最喜欢的书是 孙子兵法 幽灵认为 孙子提出的策略 虽然是2500年前的战争策略 但他仍然适用于商业和商业活动 至于鬼魂 他最喜欢的就是 圣经了 圣经告诉幽灵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 但只有一种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选择不相信自己 做出的决定 结果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这一点 那么我们做出的决定 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就像我们在做交易时 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一样 另外 他还给新手交易员提了个建议 那就是找一位 一生中最崇拜的人 将其精神化为一种力量 使你成为自己所崇拜的对象 幽灵说 这么多年来 他已经换了好几个偶像了 这位最新的偶像 是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 1954年出生的幽灵 非常崇拜他 说他是他人生方向的指路明灯 在幽灵眼中 奥普拉每天所做的 都是奉献与奉献 幽灵选择了这样一个偶像 而他本人正一步步向偶像靠拢 这本书是他无私的奉献给交易者 希望这个幽灵的礼物 能够帮助你 尽快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